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們要來幫電玩科技AK報名參加解放軍 自從我禮拜六率先開了第一槍之後 哇越來越多的海內外的反共圈的人也拍片痛罵他 然後禮拜天台灣的新聞報了一大串 你要感謝我啊我幫你一戰成名啦 雖然他現在把他youtube的主頻道那40多萬的訂閱的那一隻 影片都給下架了 但是呢他還有試圖在創造新的小號 再重新經營 他昨天上傳他以前在B站上的影片全部都搬過來了 好沒關係既然你覺得想要統一台灣 統一是你的底線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步一步的來幫你參加解放軍 不得不說中國的反賊實在非常的強大 把他的這個出生地啊 出生年月日啊 名字啊 身份證號啊 手機號啊 還有他爸的訊息全部都給巴出來了 他爸是中海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哇難怪智勢這麼升高 那麼牛逼 難怪從小就可以去美國留學 喔我還看到一個 以前啊 他在歐洲的同學 他的歐洲的同學說 我們以前都在芬蘭讀書 他在芬蘭讀書的時候行為就很詭異 會拿BB槍去射貓去射狗啊 會去罵鄰居啊 會去附近欺負小孩子啊 喔還騙鄰居家裡有鬼很可怕死過人 是兇宅啊 結果在芬蘭沒多久就被休學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輾轉又跑到了美國 所以基本上這個人啊 他自己在他的頻道上一直說他是什麼 中立啊 理性的 但他私底下做的行為 就不是這樣吧 我們來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徵兵網 這邊有一個 應徵報名 來點進去 喔 應徵報名必須18到24歲之間 研究生可以放寬到26歲之間 你36歲了能不能報名呢 沒關係 按看看 進行報名 哎呀 糟糕了 這個要登入手機號 看來我是沒有辦法幫你 報名解放軍的 但是有在中國的反賊們 可以幫他 報名一下解放軍 沒關係 既然沒有辦法幫他 用這個正常管道報名 我們就幫他寄信 客服郵箱 好我們現在就來寄信 這個 這個標題叫做老子網 名叫做電玩科技AK 是能打聖戰脫口秀的狗 我發現 報名年齡上限是24歲 請問這是瞧不起中年人嗎 中年人就不能 愛黨愛國報效祖國嗎 我網名叫做電玩科技AK 最近在牆外 很火紅 我美國簽證也被拒簽了 氣死我了 我天天懟台獨 恨國黨 卻不見你們發動 ZZ 我警告你們 要是不出兵 ZZ台灣 6月4號為期限 我會號召支持我的 B站小夥伴們 去天安門抗議 雖然我在直播中坦承台灣 目前叫做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 但我支持統一 請盡快消滅中華民國 不然就給我 報名加入解放軍 不用多高的官位 從少將做即可 我姿態已經放很低了 我爸是 中海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副總 以下是我的資料 請幫我報名 我叫張宇峰 1988年9月18號出生 喔 性別男漢族 天津市 濱海新區 渤海石油路 濱海新村 新海 遠舞洞 身份證 手機號 一併附上 郵件已傳送成功 但大家以為 這樣就能放過他了嗎 你知道 不管是從言語上 污辱台灣 或是行為上 要打台灣 你還是要必須付出 相對你的代價 我們今天就來用 你支持的國家跟支持的體制 來獨打你自己 好嗎 我們來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機關 舉報受理中心 按下我要舉報 我同意 舉報對象 個人 分裂國家 張宇峰 性別 男 所在地 天津 工作單位 聯繫方式 緊急程度高 具體內容 在油管上直播 教學中國人民違法翻牆 並說到 個人翻牆 不違法 可以跟公安 抗議舉報 5月25號晚間 在油管上直播 抱怨去 美國簽證被拒 並承認台灣是屬於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一樣 台灣護照 比中國護照好用 屬於 分裂國家 承認台灣 或中華民國 是個獨立 存在的個體 不接受黨 與國家的統一 上傳 上傳成功 9682 驗證 好 舉報成功 還有一個舉報 對不對 我們除了這個國家舉報中心 還有一個 中央網信辦 對不對 兩個都得舉報 你是什麼呢 你一定是政治類 政治類舉報 我以閱讀 同意 輸入正確 郵箱 手機號 地區 台灣省 台灣市 笑死人 這個通信地址可以不用 寫那麼清楚 沒關係 好 攻擊兩個維護攻擊國家制度方針 破壞國家領土完整 破壞國家 榮譽 洩密 危害國家安全 破壞國家領土完整 舉報平台 網站 舉報 網站 油管 舉報內容就一樣啊 跟剛剛一樣啊 複製貼上 喔 舉報成功 X1230530 好了這個舉報成功了 在完成偉大的光榮任務後 還是要說一下關於中國解放軍的事情 最近Google地圖 拍攝到 停靠在上海 長新島 圓沙港碼頭的 福建號航母 中共的福建號航母 甲板上疑似出現了 兩條龜裂的大縫 那福建號是去年六月左右下水的 中國自主建造的 航母 當時還有舔共的台灣人在那邊唱 福建建福建建 對不對 我還分享過嘛 這個航母啊 首先 它不是核動力的 它的極量級別跟科技都遠輸 50年前 1975年代的美國核動力航母 現在中國的媒體跟一些台灣 詭異的媒體 在洗地說 這是 光線 折射 或是 衛星 破圖導致的 但我們可以發現 不管從什麼角度 從上 從下 從左 從右 不管哪個角度拍攝 都是有這兩條大裂縫 你說破圖的話 怎麼可能不同角度都在破圖呢 而且剛好都破在那個位置 那更扯的是什麼 還有小粉紅說 那是航母的解放軍人員 排列在陽光下的陰影 好啦 但現在真的沒有辦法完全去證明 對吧 因為你根本無法從求援兼裁判的人身上 得到答案 來說 各國的軍事大部分都是機密嘛 但是如果是在民主國家 一爆出來通常都是連環爆 但是在極權國家 你爆出來有什麼用 媒體也是他的 但是早在兩個多月前 也就是2023年的3月份 網路上就有反賊在爆料說 中國的兩艘所謂的國產航母 根本沒辦法實戰 其中 山東號 還有這個 福建建就是因為 鋼鐵之類的不合格 發生的斷裂 那他們在不斷的修復斷裂 像是這艘福建建 他就是因為 特種鋼鐵不合格的規定 而且他的電池彈射 無法穩定的提供電量 現在可以 明天又不行 下次又可以 要碰運氣的 所以一直停在港口邊 一直在維修 一直在維修 當然很可能爛尾 那我們上述這個Google的照片 就可以證明了 2023年3月份有中國反賊 提出了福建建的甲板龜裂的問題 對吧 所以我這邊真的懶得在跟小粉紅解釋 解放軍 解放台灣這種鳥事 目前你們的實力 就是不允許 當然台灣人也別太大意了 人家也是一步一步在往上爬 只是爬的這個速度比較慢而已 但我們也要繼續的往上爬 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 才能阻止他侵略台灣 所以 目前啊 每年都增加他攻台的成本 讓他每年都一直往後演 而最近美國的第一批監射型刺針飛彈已經抵台了 而還有兩件事情非常的丟臉 第一個就是中國的晶片製造商 寶德 推出他們最新的Postar X86的處理器 還展開了大規模的發佈會 結果呢 這個處理器被發現 是重新貼牌Intel的第10代處理器 看來你們打磨的技術是非常不錯啦 處理的非常消光 非常的霧面 可以把自己的logo 自己的字印上去 真的是很可憐 你們就只能這樣 片片牆內 沒有辦法翻牆的小粉紅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中國最近最大的喜事是啥 他們交付了自稱首個中國自主研發的 C919大型客機 那中國媒體大肆宣揚嘛 那中國媒體就開始大肆宣傳 我們國家民航商業營運 國產大飛機 正式起步 偉大復興了 從上海到北京降落 這又讓小粉紅高潮了一次 結果這個被爆料出來 中國這艘自主研發的客機呢 是組裝拼接的 裡面只有非常少部分的材料來自中國 大部分八成以上的專業科技 專業技術 還有材料都是來自歐美 只有尾翼 跟機翼 是中國製造 這個 起降落系統 還有 太合金 機身零件 跟導航科技 還有引擎 紀錄器呢 不是美國就是德國還有法國 也就是 大部分最重要的材料 是來自外國 你說這是 中國國產 我老是說中國的所有東西 基本上都是超國外的嘛 比如說軍事 就是超他罷國的 軍艦 戰機 坦克 那個導彈 都是抄襲他罷國的 結果他罷國的超音速飛彈 前幾個禮拜不是被美國舊款的愛國者飛彈給攔截的嗎 攔截非常多顆 那台灣現在是用美國的武器 而你們中國的東風飛彈 是在抄襲 你們爸爸的飛彈 所以你們會覺得你們的東風飛彈 比你們爸爸的飛彈 超音速飛彈還厲害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怎麼認為東風飛彈 可以 贏過台灣的 美國武器 還有這個中國高鐵也是嘛 基本上中國高鐵裡面最重要的技術 跟零件材料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歐美日的技術 那中國只負責 組裝 跟這次飛機一樣 然後呢又成功炒作了一次 厲害了我的國 中國高鐵牛逼啊 中國飛機牛逼啊 對吧 你們中國高鐵都可以時速3000了 你們中國飛機還不時速30萬啊 不30萬這樣對不起中國這兩個字 知道嗎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因為我不生氣的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見啦 掰